康民署明天会重开步伐身内运动场馆 更衣和淋浴设施也会重开 至于儿童游乐设施就不会这么快开 陕情风报道 星期一重开的康乐设施包括羽毛球场 场馆的更衣和淋浴设施也会重开 不过就要隔开用了 同时考虑实施人流管制 进去之前要量度体温 不过泳滩和儿童游乐设施等就要继续关闭 在状态的情况下为何我们不开 其实也有卫生安全的考虑 小朋友的设施不要这么快开 例如我们场馆里面有很多波波池 但稍后口罩就脱了 口水鼻涕你也知道它比较冷静 令我这些地方容易感染 刚刚上任民政局局长的徐英伟 还要处理区议会议题 重视区议会秘书处 之前以议题不符区议会职能 拒绝向一个委员会提供场地 民政事务专员在会议中途离场 区议会是一个很好玩的游乐场 好像我们游乐场那样 都有很多要求的 你去到游乐场我都会叫你 不要踢球、不要踩单车、不要笑炮仗 明白的嘛 总有些规矩大家要遵守 如果大家遵守了的时候就玩得很开心 你很难叫我的同事去参与一些 不合规矩或者违法的行为 所以就不要经常拿出同事做了磨参 因为他们很无辜的 他说区议会是政府重要合作伙伴 正是安排会见不同的区议员 有线电视记者 闪情方博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